三國演藝 嗨 大家好 今天講一個有關於三國演藝的冷笑話給大家聽 那想問一下關羽為什麼比劉備跟趙飛更早時呢 給大家五秒四號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時間到 那因為什麼呢 因為 紅 顏 國 蜜 好 那為什麼我們剛剛講一個三國演藝的冷笑話呢 就是為了配合我們這邊的牆面 這牆面是我們什麼呢 是我們最新最夯 動漫民看到都會見到的 最新的三國之演藝 那每個箱子有不同的主題之外呢 也有不同的三國人物 那裡面呢還有緞帶跟織帶編織熱成的 不同的造型的箱子 也都歡迎各位過來看看囉 дальше 進入很多箱子 再來一 五 五 內的盈藝 既然會不會太常溜了 有一 四 三 五 這 五 十 十 我們 好 一 五 好 那跟大家講一下就是我們每個箱子剛剛都講過我們一個主題嘛 像這個就是我們貝琴丁缸 還有我們一個漫威系列的 漫威就是美國隊長跟鋼鐵是指標性的 那以及這位就是魯夫嘛 不可以掃的魯夫 索隆 那這邊呢一樣是動漫系列的部分 那這邊就是我們小朋友喜歡的區域的話 小朋友像我們比較喜歡辣表新啊 哆啦A夢他在吃那個紅燒 那以及我們柯南明天的柯南 OK 那往後呢 到後面就是會到了我們剛剛講的鋼彈的部分 那以及我們中間呢也有各種的不同動漫 也都非常歡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來我們的端道文化工廠 在最後的出口這邊呢 我們會有這個部分 叫做三國之演藝這個主題給你們看一下 和カ ella聊在л雅來靠一下 兩個字幕蒸哪 叫做三國之在 對